第181课 我信赖我的弟兄 他们与我是同一生命 首先看到第一段的第一句 信赖你的弟兄 是你建立自信的关键 他能帮你克服自我怀疑 以及缺乏自信的毛病 这个自信 不是我们世间所讲的 这个人很有自信 这个人缺乏自信 不是这个 指的是自我信任 相信自己的本质属性 相信自己的神圣本质 那么信赖弟兄的时候 等同于说 我能够看到兄弟的自信 那么我跟兄弟是一体的 都是圣子奥提的一部分 我相信兄弟的时候 我也相信我自己 我们都是自信 这个叫做 可以克服自我怀疑 以及缺乏自信的毛病 我们要自信 首先 要信赖我们的弟兄 接着看第二句 当你攻击弟兄时 你等于生命 他就是你眼中的那副德性 攻击弟兄的时候 全部是冲着身体去的 把他等同于这一句身体的时候 就容易攻击出去 着人像 那么这个时候 第三句 你的眼光 不仅无法超越他所犯的错误 第四句上半端 他还会渲染放大 大到时你再也意识不到 自己的自信 你着人像的时候 给兄弟定嘴 等同于给自己定嘴 看不见兄弟的神圣本质 等同于看不见自己的神圣本质 这就是渲染放大 意识不到自己的自信 第四句后半端 其实那自信既不受你个人的过错所染 也不会为他与你好似犯下的罪行所动 我们的自信 是不会染污的 所谓的罪 都是小我 建立在 定义 建立在标准上面 架构出来的 解读出来的 这些罪 根本就不存在 对于议员的实相而言 没有发生过 对于我们的神圣本质而言 没有攻击力 让我们看到第二段的第一句 肢剑必有一个着眼的焦点 课程当中 提到两种肢剑 世间所有的肢剑 大致都可以分成两类 两个方向的 方向相反 第一类 把世界当真的 在这个世界里越陷越深 打游戏 场景越打越复杂 怪一个接一个 那么这个 找眼的焦点 是小我的目光 看出去呢 焦点是定罪 另一类之间 也就是奇迹课程为代表的 这一类之间 是这个世界 如梦如幻的 帮助我们 结束 这场梦的 这一类之间 也有它的焦点 圣灵的焦点 圣灵的眼光 看出去呢 都是看 神圣本质啊 都是宽恕的目光去看 所以 知见必有一个 着眼的焦点 简而言之 就是 圣灵的思想体系 焦点 是宽恕 小我的思想体系 焦点 是定罪 接着第二句 这个焦点 会将你所见的一切 连贯起来 如果我们是 在小我的思想体系 引导下 用小我的目光 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话 我们所见的一切 都是掩耳鼻舌声音 根据信念系统 去筛选过 小我会谨慎地选择 喂养我们的信息 这个时候 就在这儿所说的 一切都连贯起来 这一个例子 我去开家长会 孩子的老师 说出来的这个孩子 好的我简直没法想象 孩子有这么好吗 有这么可爱吗 小孩在家 简直就是一个 熊孩子 到处惹麻烦 是吧 在这个世界当中 老师 按照他的信念系统过滤 看到了 他对我孩子的投射 我按照我的信念系统过滤 看到了我对我孩子的投射 我们俩看到的都不是这个孩子本身 我们俩都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投射 这投射出来 感觉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孩子 所以 我们只能看见自己想看到的 我们的 小我 谨慎地 选择 喂养我们的信息 这一切呢 都这么连贯起来的 当然当我们用圣灵的目光 去看待的时候 一切 任何兄弟 本质都是清白无罪的 那么这个本身也是 有连贯性 有一致性的 就是第三句 只要改变这个焦点 你眼前的景象 也会随之改变的 这个焦点啊 可以切换的 到底是定罪还是宽恕 切换焦点的时候 景象就不一样了 小我目光去看的话 看出来 小孩各种毛病 圣灵目光去看的时候 看的是他的神圣本质 那么一点毛病也没有 这个叫做 景象随之改变 所以 第四句 第五句 就是让我们 转换目光 用圣灵的目光 去取代小我的目光 用圣灵的思想体系 去取代小我的思想体系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平安的 这个是出自 对于无罪本质的信心 我是清白无罪的 对面的弟兄 这个娃 也是清白无罪 我们这个时候 平安了 所以第六句 你唯有视而不见他人之罪 这个信心方能保全 保全我们相信自己 真实身份的信心 唯有看到 对面弟兄的神圣本质 跟我们一样 清白无罪 那这地方还是要提醒一下 学习奇迹课程 行上跟行下 层次不能混淆 我们用圣灵的目光 去看待 当然一切 都是清白无罪 全部都是空心 那个纯能量 能有什么罪啊 小我 创造的这个世界 营造旺造的这个世界 用的也是上主的创造大能 从这个 本质属性 空性 自信 灵性 上面来讲 能有什么毛病 对吧 但是不能层次混淆啊 活在这世界 活得迷迷糊糊的 是非对错 黑白都不知道 不是这个意思 让我看到第三段的第一句 这里讲到 今天的练习里 我们要先放下 自己的狭隘心眼 这个狭隘心眼 指的就是小我的思想提醒 小我的目光 小我的思想提醒 根据信念系统 去分是非黑白对错 没有什么圆满可言 全部都是限制性的 这就这说的狭隘心眼 放下这个 转向更深的需求 也就是显示自己的无罪本质 不要跟着小我在外面兜兜转转 直接向内 看到自己的本质属性 接着第二句 我们随时提醒自己的心灵 说这才是我们所追寻的 也是唯一的目标 即使只是瞬间的经验 这瞬间的经验 可能是真宽数之后的 神圣一刻 哪怕这神圣一刻 只是惊鸿一瞥 都够了 你只要有过这种体验 你就知道 我根本就不是 小我为自己营造的 这个自我意想 接着第三句 我们不在乎 未来的高超理想 这地方 并不是要我们 真的不要什么高超的理想 而是叫我们回到当下 回到眼前这一刻 踏踏实实的去 觉察 去看见投射 去收回投射 把剧本交给圣明去化解 那么这个就够了 不用谈那些 玄了八吉的 神二八经的东西 影号 高超理想 那些 我们做好准备之后 自然会来到的 我们的重点 根本就不在哪 接着第五句和第六句 我们追寻的 只是纯洁无罪之境 我们追寻所着眼的 也只是当下这一刻 还是在强调 在当下 使用无罪莫过 这个无罪之境在哪 在我们的自信上 是我们心灵的本质属性 是我们灵性的本质属性 所以 无需向外求 在当下向内求即可 这个就叫 不要在乎未来的高超理想 结合六祖谈经当中的一句话 菩提志向心理 何劳向外求选 一个意思 有意义的 这一个 这一个 我们 都是 感谢观看